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希望能够争取安心桥下空间设置滑轮板厂 今天的热点看播要为大家介绍机上和买video强片嘉玲 毒品日益泛滥甚至吸毒的年龄层也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因此新店师子会特别和庄敬高职合作 在马公公园的体育馆举办了校园反毒宣导活动 庄敬高职带来了精彩的舞蹈和反毒戏剧 呼吁前来参加的五峰国中学生们要远离毒品 先见师子会今年最后一场校园反毒宣导活动 在马公公园体育馆盛大登场 邀请五峰国中学生前来参与 这次特别与庄敬高职合作 带来韩团舞蹈表演吸引年轻人目光 另外庄敬高职戏剧科学生 也精心编排了反毒戏剧重新开始 告诉年轻人在学校交友要谨慎 千万不要接触毒品以免后悔莫及 透过这样的反毒宣导活动 让孩子尤其在国中阶段的国中生 能够知道拒绝毒品的危害 然后不要接受诱惑 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不要受到一些外界的影响 那今天活动非常有意义 我想我们国中生的孩子 在今天活动当中一定可以学到 非常非常多有关反毒的知识 另外新店狮子会也邀请新店警分局侦察队 来到现场教同学们认识各种毒品 由于现在有许多毒品会伪装成 咖啡包 糖果 零食 饮料 因此侦察队提醒同学们 千万不要吃来路不明的食品 新店狮子会表示 现今毒品入侵校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期待透过宣导 让学生能够了解毒品的危害 勇敢跟毒品说No 就是一些吉隆市咖啡包 就是让学生没办法辨别的东西 然后学生会受到诱惑 然后就使用 因为它价钱很低 很容易取得 所以我们希望新店狮子会 能够到校园里面深入 来举办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 让学生不要被这些毒品迷惑了 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毒品 非常的容易买到 所以通过新店狮子会 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醒小朋友 随时注意到你身边 你觉得可疑的 不要随便去采购 也不要随便接受 别人的见证来使用 国内吸毒年龄层 日趋下降 新店狮子会呼吁学生 要远离毒品 同时也期盼家长都关心 自己的孩子 了解他们的交友状况 以及参与的活动 一起携手反毒 借着声明者们 其心店采访报道 双城国小儿童乐团 成立于民国90年 算一算时间到现在 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 从2003年到2020年 这段期间 儿童乐团多次荣获 新北市赛优等和特优 而且还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赛 同样也荣获不少的好成绩 新店区双城国小儿童乐团 成立于民国90年9月 参与人数到现在 已经有将近40人左右 招式希望透过团体 学习合作的方式 培养学童对音乐的喜好与兴趣 开发艺术潜能 从2003年到2020年 儿童乐团多次荣获新北市赛优等和特优 并且还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赛 同样也荣获优等特优以上的好成绩 儿童乐团成立将近20年了 我们在尤千勤老师 胡实惠老师的指导之下 不管是儿童乐团或者是打击乐团 参加我们新北市每一年的学生音乐比赛 都得到优等甚至于特优的成绩 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的学生音乐比赛 不仅如此 乐团从103年起筹办双双打致音乐会 与临近中小学相互交流 并且还经常应邀前往医院社区 还有公益活动演出 在北部地区小有名气 我们社区的一些重要的活动 像人康医院他们的院庆 像我们附近玫瑰中国城的福德宫 一些重要的活动 也都会邀请孩子们去那边演出 同时每一年 我们也办了双双达正的成果发表会 邀请附近的达官中小学 还有其他的音乐发展或乐团的发展 很不错的学校 共同的来演出互相观摩 双成国小儿童乐团 12月19号下午将与新店加勒福合作 进行快闪表演 也欢迎喜爱音乐的朋友们 一起到场分享音乐所带来的美妙乐音 继续成名张文琪新店采访报导 陈彦凤他担任新店下城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 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 陈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带领志工推动影法照顾工作不遗余力 因此他今年入围了第六届经典奖社区 照顾关怀据点的经典英雄 新店下城社区发展协会 推动社区关怀据点不遗余力 在105年获得了卫福部 基友奖以及新北市政府特优奖 另外也是106年的社区据点 牧后推手正是总干事陈彦凤 已经担任17年社区发展协会 总干事的陈彦凤 今年入围第六届社区经典奖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经典英雄 陈彦凤表示 很高兴协会的努力 获得了进一步的肯定 为了让社区的长者在这边的生活 不能让他很孤单 那我们资工也是蛮厉害的 把那些长者要为到社区来玩 他玩了之后心情还特别好 因为我会邀请一些更新医院的护理师 然后健康的讲师会来教他们 怎么运动 怎么吃 会比较健康 107年 陈彦凤申请了国立新竹生活美学馆的补助 透过环境剧场的方式 带领长辈一起参与剧本创作 道具制作与演出 去年长辈都表演得很尽兴 另外也安排长辈参加 由大新店有限电视举办的主播体验营 各种不同的体验 让长辈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陈彦凤表示 这些收获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而是要感谢所有志工的协助 这个成绩的出现 应该是说志工是真的很努力 协助 协助我 因为我出自己家而已 然后我们的志工是蛮认真的帮我协助我 陈彦凤指出 夏城社区是个老年人口比例相当高的社区 现在有社区关怀据点 让子女不必担心父母亲白天法人照顾 长辈们也有一个可以交朋友共餐的地方 真正落实在地安养在地老化 戒指声明正门棋 新店采访报导 为了要支持滑轮板运动的发展 新北市议员刘哲璋就非常的积极 找寻适当的场地来设置滑轮板场 于是呢就召集了相关单位 前往安坑轻轨安心桥下会刊 他认为桥下的空间宽广平坦 而且呢所在的位置交通便利 希望能够争取作为滑轮板场 来培育更多的优秀选手 为了推广滑轮板运动 新北市滑轮板委员会积极在新店地区寻觅适当的场地设置 在新北市议员刘哲璋的协助下 召集了相关单位来到目前正在施作 安坑轻轨的安心桥下进行会刊 初步勘察桥下这块空地 面积宽广相当平坦 而且交通便利 非常适合作为滑轮板场地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新兴的运动 能够这个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能够蓬勃的发展 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自己小朋友实力都非常非常强 甚至有可能都哪个奥运的这个参赛权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块 我们这个要给他们大力的支持 目前我们有看到就是那个 之前威乐山丘那边 还有它对面那边有一个部落的场地 那边都还可以 不过现在这边因为是新的环状线 跟有新的那个路桥这边 因为这边下雨比较不会影响 然后地势来讲相对又比较平坦 然后所以这边的还蛮适合滑轮板的运动 由于场地位于高滩地上 所以在设置上的条件有所限制 而针对法规的限定 经过研绎在技术上都可以克服 教练王子宇就表示 如果未来这个桥下的空间能够作为滑轮板场 不但可以让选手练习 同时能够举办各种赛事 对于运动交流和地方观光的推动都相当有帮助 我们新北这边也有一些很很不错的选手 那未来这边我们有规划可能举办一些国际的赛事 或者是国家赛事都可以在这边举办 那可以让所有外地的都能够来这边 新北市议员刘泽章表示 虽然安坑轻轨要等到111年完工 但只要安心桥面板工程完成 桥下的空间就可以开始规划 并且经过相关单位的专业评估以及安全考量 顺利的话明年应该就可以进行试作 捷运桥的底板它把它做好以后 在安全上的 没有这个安全上的顾虑 我们就可以来试作了 所以我现在抓大概是明年吧 明年把它完成 虽然目前滑板运动已经纳入奥运项目 但国内的场地数量和规格仍然相当的不足 新北市滑轮板委员会 希望能够争取合适的场地设置滑轮板厂 培育更多的优秀选手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的热点看播单元 要来为大家介绍的 是机上和买video的强片 嘉玲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电视了 耶 妈妈你看到我了吗 我上电视了 我上电视了 不要紧 妈妈 我爱你 拜拜 拜拜 一 二 一 二 一 耶 今天的热点看播要来推荐的是 买video的强档电影 这部电影的故事是在描述 独居老人爱德纳他失踪了 他的女儿和孙女在接获警方通报之后 急忙赶回乡间的主措 警方和当地的居民就组织了搜索队 在树林里展开了搜寻 而不料爱德纳却突然的自行返家 但是他完全记不起来这几天 他到底去了哪里 又或者是经历了哪些事情 但是爱德纳他感觉到屋里有股神秘的力量 正在操控着他 就连女儿和孙女也逐渐的迷失 现在赶紧来看看佳琳的精彩片段 我需要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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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um? Mum? She called me a few weeks ago I think she was scared She thought her mum was coming into the house Damn it Tea? Do you know where you were, Mum? I suppose I went out What's this? That was on the property when your grandfather inherited it His mind wasn't there in the end You can't put Gran in a home She can't live on her own anymore She has to be watched Everything alright, Gran? I thought this was where it got in Who? Whoever it was coming into the house Mum, what is it? It's here Under the bed There's nothing under the bed, Mum Will you check for me? I'm here to help you, Mum I can see you This house seems unfamiliar This house seems unfamiliar We'll see you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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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至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报名 出入医疗照护、大众运输、生活消费、教育学习、观展观赛、休闲娱乐、宗教祭祀、洽工机构等八大类场所 如未佩戴口罩、旅券不听者 可依法罚新台币3000元至15000元罚还 乌来区第一市民活动中心原住民编制即据点 即日起至12月31日指每周五六日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三点半 开放定时导览与预约DIY免费体验活动 详架彭玉凤电话0926-332-358 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可以扫描画面左手边的QR Code 订阅大新店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